今天跟大家讲的话题是如何摄取蕃茄最高的营养 蕃茄有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腺食的纤维 所以是很多防癌和其他的疗效的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 但是它有一样很特别的就是如果它是生食的话 它有大量的维生素C,我们可以吸收 但是它的茄红素我们也吸收不了 因为茄红素很特别的,它是需要爆裂用高温用油爆到皮破裂 茄红素才释放出来才容易被我们吸收 如果你生食,你就吸收不到茄红素了 但是可以吸收维生素C 但是如果你高温爆的蕃茄皮破裂,想吸收写红素 但是就没有了你的维生素C 因为维生素C是怕热的 当你高温的时候,它已经大部分是损失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多些维生素C 提现你就可以生食 如果你想吸收多些的茄红素,那就要去熟食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折充的办法,可以两者都有的 那是怎样呢?就是将这个的蕃茄打成蕃茄汁 因为当你打成蕃茄汁的时候,这个蕃茄里面的维生素C 是全部保留在这里 而茄红素呢,其实它储存在蕃茄的细胞壁那里 那我们要摄取茄红素,就是需要把它破壁了 那这个破壁的动作呢,我们平时就是用油爆香的蕃茄皮 那它就会破裂了,但是今次我们用果汁机把它打成汁 也有这个破壁的动作在这里 但是相比之下,当然是用油煮的效果是最好的 因为茄红素是属于这个滋溶性的营养素来的 所以我们打成汁之后,也加回几滴的橄榄油在这里 这样吸收的效果就加倍 而茄红素发挥的效果也会跟着是加倍的 那当然是比烹调的方法是少一点,但是呢 都能够达到一个吸收的作用了,但是这个方法之中呢 全部的维生素丝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 那所以这个方法呢,是两者兼备的,当然茄红素就是少了比烹调的 一点点啦,所以如果大家又想有维生素丝又想有茄红素的话呢 这个方法是值得你考虑的 谢谢大家